一次学十个有趣或者是实用的单字 一次讲十个字 像这个喷雾罐 这个中文大家都知道嘛 喷雾罐常常用嘛 这个居家生活常常用嘛 不管是美容的杀菌的 或者很多喷雾罐 人家一问喷雾罐我知道 英文怎么讲 不会 所以这种很多字 很实用 可是就是刚好没学到 这种很多字 所以要么就是很实用 或者带点有趣的 Aerosol 他念Aerosol A container from which a liquid can be sprayed 就是一个容器 从那里面 它里面是摆液体 所以你摇的时候 它感觉上液体在里面 它喷出来是气体 因为它经过高压处理 这个spray就是可以喷出来 就喷雾罐 比如说美容的喷雾罐 香水的喷雾罐 这个整法 这个整法的让头发定型的喷雾罐 或者杀菌杀虫 各种喷雾罐 经过空气高压处理 从液体变气体 Environmental groups have won again and again The Aerosol may delete Deplete Deplete The Ozone layer 就是环境保护团体 这个一再的 一再提出警告 就喷雾罐 虽然很好用 很实用 但是会消耗 会破坏 这个Ozone player 就是臭氧层 还有最早是因为 那个冰箱的冷媒 也会破坏 这个臭氧层 所以后来很多用其他东西取代 这个喷雾罐 Aerosol The Root of Thumb Thumb是什么东西啊 Thumb什么意思啊 大拇指 大拇指的 Ru是统治嘛 或者管理嘛 这个 大拇指的管理 或者规则 大拇指的规则 什么意思啊 这老外也常常会用 什么意思 猜不到 经验之谈 经验之谈 Ru of Thumb 像大拇指一样 就是常常那个 讲什么东西 就是举起大拇指 后来慢慢变成 经验之谈 Ru of The Opinion Based on Pretches or Experiences 就是一些规则啊 或者一些意见 一些想法 Based on 是基于啊 是基于什么 基于实践 具体你平常所作所为 还有一些经验 叫经验法则 我们说经验之谈 经验法则都可以 就是说 你碰到火 不要去碰它 因为你知道火 你手指头碰到 身体碰到 会烫啊 会痛啊 这经验之谈 不要去碰火 小孩子不知道 父母说 不要去碰小孩子 为什么不能碰 经验之谈 大家都知道 你碰到它的话 你被烧伤烫伤 你会痛掉命 很多经验之谈 或者说 女儿碰到一个富二代 妈妈说 富二代很好 可是 嫁入豪门 是好的 可是 可能公公婆婆 会欺负你 会看不起你 或者豪门 你们有很多规矩 很多在经验之谈 Just do it by real thumb 我做这件事情 是根据我的经验 经验法则 根据经验法则 我下去做 比如说一个公司 印证 哇 薪水高得不得了 又说很轻松 为什么要去印证 这个一定有问题 这个正常像台湾 你可能拿 两万八三万 就说人家说 薪水五万六万 然后说累不累 很轻松 要不要经验 不用经验 这是可能销售员 或者是 或者是这个什么直销 或者是其他有问题的 就根据经验法则 薪水又高 又轻松 又不需要什么经验 这有问题 这个谁都要去 可是一进去发现 他可能要你卖东西 可能要你什么东西 经验法则 IRS 这个英文里面常出现 英文很多是缩写 那一般碰到这个完蛋了 什么叫IRS 国税局 你说国税局 这个知道 中文知道 国税局常用 要缴税 或者叫你 要补税 这个一碰到国税局 借了单子 没好货 警察局借了单子 国税局 法务部借了单子 没好事 国税局知道 他就是IRS 那为什么 他是哪些字缩写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Internal 就是内部的 内部的这个 Revenue 是你收入的一些机构 这样子看起来翻不出来 就是国税局的意思 我们再看意思 The part of US 主要是美国了 美国的 美国的 Treasurer Department 这叫财政部 Treasurer Department 本来是我们说 保障 财产 就是钱 钱 就是这个 跟钱有关系的部门 就是财政部 The collect most taxes owed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cluding income tax 就是这个 财政部 下面的单位 财政部 国税局 Collect 就收集 就收水 Tax 收水 就是应该 owe 就是属于政府的 就是你签政府嘛 人民有缴税 扶笔的义务 就是你该缴的税 就要交给 联邦政府的税 国税局要去收 including income tax 包括你的 你的这个所得税 你不要说收入税 所得税 In the United States Iris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The collect taxes 就在美国呢 Iris 国税局 就是政府的一个单位 隶属于财政部 就是收税 不只收税 还要查漏税 还要叫你补税 反正跟税有关系 都国税局 Rat race 这个Rat是老鼠 这个Rat跟Mouse 都是老鼠 有什么差 相对之下 比较大一点 比较大一点的 叫Rat 小一点老鼠叫Mouse 我们叫滑鼠 Mouse 相对 就是大概尾巴不算 一般就在十公分以内的 比较这个长度 短一点的小老鼠 Mouse 大一点的 有的十几公分 甚至有的到快二十公分 大一点的Rat 这个Rat 这个Rat 很多意思 Rat 赛跑 竞赛 种族 很多意思 这边是赛跑的意思 竞赛 赛跑 老鼠在赛跑 怎么老鼠怎么会赛跑 这个英文碰到这边 就完蛋了 就是没有 没完没了的竞赛 或者没有意义的竞争 没完没了 又没有太大的意思 这个 没完没了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Dead wants to get out of the rat rage and move back to his hometown 这老爸 他想离开 get out of get out of 就离开啊 离开这个没完没了的 就工作职场啊 想离开 然后回到他的move back 就是搬家 回到他的家乡 就是钱也没多少 没什么升迁机会 还要竞争 竞争 然后这个 生了个小怪 没什么意思 Rat 没完没了竞赛 这个意思 外国也常用 那monkey business 这个猴子的生意 猴子怎么会做生意啊 monkey business 就胡闹 恶作剧 不雅或不诚实的行为 这些等等啊 behavior that is not acceptable or dishonest 就是有些行为啊 就不被人家接受 或者是不诚实的啊 就小孩 通常是讲在哪里啊 小孩子胡闹 或者有人大人 就跟你恶作剧 送个礼物 就一出来 有个像拳套 要把你打一下 就是胡闹 恶作剧 monkey business the teacher is bad that there had been some making business going on to while she was out of the room 这个老师呢 怀疑 suspect 怀疑啊 也可以到名词啊 就嫌疑犯 所以很多一字多意啊 一字多慈性啊 怀疑 就当他这个啊 就是那边发生过了一些 这个 发生了一些 胡闹 恶作剧啊 就是学生嘛 小孩子 小学 国中啊 going on 就持续啊 但他 不在这个教室 这应该讲 classroom 老师就怀疑啊 我刚刚不在教室里面 你们是不是在 胡闹啊 怎么我一回来以后 什么东西 乱七八糟 丢了一大堆啊 还是说怎么样 怎么样 你们是不是刚才 胡闹 monkey business 胡闹 恶作剧 好 这个minute minute就是一分钟啊 很简单啊 一分钟 两分钟啊 那几秒钟 second啊 几小时 这个你说 这只有什么好讲 这无聊嘛 不设合到会议记录啊 minute 分钟也可以当会议记录啊 the official record meeting 就是一个会议的一个证实 也不一定是官方 official也可以是官方 那这是 也可以当证实 这个证实的记录 公司不是官方嘛 公司的会议记录 就是一个正式记录 为什么正式呢 大家签名嘛 这个 做好会议记录 主席 参加人员 你要签名嘛 签名之后 等于签名化压嘛 就变成一个正式的记录 大家负责任嘛 表示 你承认 这个记录那种是 其中可能也没有讲话 你要承认啊 你到时候你要说 你在会议有讲话 我不承认 我没讲 我忘记了 会议记录上面 你有签字啊 里面讲说ABCDE 好几个人都讲话 都发言了 你当初看过啊 不然你怎么签名啊 你说我没看过签名 那你要负责啊 你东西不能乱签名啊 很多证件啊 很多文件 不能乱签名 不能说 看不太懂啊 我们赶时间了 我就随便签 不行啊 签名之后你要负责啊 那你 你有没有看过 那是你家的事啊 签名之后要负责啊 所以不能乱签名啊 当然 如果人家带签 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The chairman asked for this decision to be recorded in a minute 这主席啊 他要求 这ask也不一定是问 要求 要求说做成的决定啊 要记录下来 要写成会议记录 这样才生效 不然的话开会开了半天 到底有什么结论 有什么东西 没有会议记录不行啊 所以像台湾那个执政党 有时候说 政府官员说 没有会议记录啊 还是荒唐啊 就没会议记录 很糟糕 讲的面 脸不红 气不出来 这糟糕 政府开会就这样会议记录 所以台湾现在是关于 就是没有会议记录 我们是开会 找不到了 还是说 没有记录 这荒唐啊 age bracket bracket就是 就是好像这个间隔啊 就是age bracket 这个年纪的 age是年纪啊 年纪的这个 bracket 就是分隔 什么意思啊 年龄层 所以我们中文讲年龄层 这个知道 年龄层也会常用 但是英文中 不会不会不会 所以我这边讲字啊 要么有趣 要么实用 可是就是刚好你不会 所以我们就找点知识啊 学点英文 the range between two ages 就两种不同年纪啊 它总结的一个range 一个范围啊 比如说 there are persons in the thirty to forty age bracket 就是比如说 我们这个团体啊 我们这个团体里面 我们的这个成员啊 年龄层就是大概三十到四十 老人不收 小孩不收 年龄层 或者老人会啊 我们这个老人会啊 都是退休啊 年龄层在大概六十五到八十岁之间啊 或者我们这是一个青少年的啊 都是这个十三十 比如说啊 十二岁到十八岁之间啊 这叫年龄层 age bracket mid y mid是中间啊 中间的太太 什么叫中间的太太啊 听不懂 看不懂 接生婆 助产师 你随便去问一个 所以我这边每一集讲十个 不管我讲几集啊 你就把这个词随便去问一个人 问华人啊 你不要去问他干嘛 英文好得不得了 就是问一般的 一般水平的 英文一般的去问他 接生婆助产师 我知道 年龄层我知道 会议记录我知道 合作剧胡闹 或者 你问他英文怎么讲 我刚好不会 或者你问他英文 这个 你用个例句啊 或者这个会议记录啊 这个age bracket 或者怎么样 monkey business 跟你说这猴子的生意 他也不知道 所以这我们找你的知识 Made wife 是接生婆婆助产师 Women who assist women in childbirth 就是一个女人 通常接生婆嘛 谁叫婆嘛 男人做做的不方便嘛 男女受受不亲嘛 接生婆是以前古代啊 现在没有了 现在非常乡下 不然一般都是 助产师啊 就护士啊 助产师啊 女的啊 他协助这个孕妇啊 女人啊 就是生产啊 The main wife cut and tied off the baby's unbiblical cord 这是unbiblical cord 什么意思啊 就期待啊 婴儿的期待啊 就是接胎盘的期待 所以这个要减掉 这个助产师啊 接生婆啊 减掉 减掉这个婴儿的这个期待啊 不然的话 你生出来的话 婴儿接到期待 所以我们叫肚脐嘛 就从肚脐那边叫期待嘛 你要是不切断的话 那么这个婴儿一生下来 还拉一个像绳子一样 这也不行啊 那说doctor 医生啊 或博士啊 一字多一啊 所以说doctor到底是 医生博士要看上下文 那你说这个字很简单 不管医生博士 我知道啊 这个字有什么好讲 他篡改 哎呦 他当动词用 医生博士怎么是篡改呢 就是没有经过人家的许可 改人家的东西 通常是改文件啊 改文字啊 Change a document in order to deceive people 就你改一些文件啊 内容 in order to 就为了要去愚弄人家啊 就是明明啊 他里面写了文件 林志玲很漂亮 你就把他改一下 他说林志玲是丑八怪 结果得罪人了 哎林志玲是丑八怪 我没有 我没有这样写啊 结果被人家改了 或者说你明家财产有一千万 他给你改成三百万 改成五亿啊 就改了数字 改了文字 叫篡改 没有经过人家同意 而且非法的 有时候叫做 叫什么 伪造文书 对doctor 也是篡改啊 He was accused of doctoring 就counts 他被控告 因为他篡改了这个accounts 就是这个财报啊 财务报表啊 或者一些数字accounts accounts也是意思很多啊 原因啊 理由啊 叙述啊 很多啊 这边是accounts 数字啊 Hory Sense Hory Sense 马的 sense就是 你有没有sense啊 你有没有什么知识啊 你有没有什么 对这些名不敏感啊 这个马 马的sense 马的尝试 马的知识 马的感觉 什么意思 听不懂 马这个马有什么感觉啊 马感受到什么 我们哪知道 common sense 就是尝试 Hory Sense 就是尝试 马的 马的感官 马的知识 马的感觉 那不是跟马无关 所以有Hory 跟马无关 就一般的我们讲尝试 common sense He showed his political Hory Sense in his speech 他在他的演说当中 展现出他政治的尝试 你不要说 他在他演说当中 表现出来他的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 马的 政治上的马的感觉 谁听得懂 Hory Sense 尝试 所以这些 长一点知识 就是这些字 有点趣味 或很实用 就刚好 大部分人就不知道 这句讲 是 是 谢谢大家